12月15日 要用伦理进化所爱 要用道德领行所爱 要用善美成就所爱 要用祝福加持所爱 所谓加持 就是心灵上的力量 心灵上的感受 有了这种力量 感受 就是加持 到寺院里佛 听一场讲演 恐不敢消失 就是得到加持 所以怯懦的众生力量不够 需要信仰 需要他人的力量 思想 慈悲 精神力的加持 加持 要失者 受者彼此有沟通 有交流 尤其要有信心 有诚心 有谦虚的心 才能受用 傲慢的心得不到加特 无法受用 加持的感应 有显应 也有明应 一句安慰 鼓舞的话 让人重拾信心 打消轻生的念头 这就是感应 人在脆弱的时候 特别希望获得加持 也就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所以并非一定要佛菩萨的加持 亲戚朋友常常帮助我 就是加持我 加持最主要的 要从他力加持到自我加持 自己的信仰 慈悲 智慧 忍耐 都能自己加持自己 这才是加持的真意 文思修 加持 要诗者 受者 彼此有沟通 有交流 才能受用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